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糖 后天3月30号 2.6终于要开放了 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通过前瞻直播 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 但是仍有部分内容前瞻里面没有提到 那么本期视频 UP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2.6开服前你需要知道的五件事吧 第一 从4月1号起 深渊里的圣仪物奖励将不再是决斗士和乐团 而是变成了曾言俱冤最新的圣仪物套装 沉沙往生路和来心余想 是的 决斗士和乐团的深渊奖励 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以后就只能从大型BOSS里面获得了 第二 新的五星武器 波乱月白晶晶 它其中的一个突破素材用到了全新材料 慧暗客向 该材料出自深渊系列怪物 所以说呢 想抽这把武器的小伙伴 可能一时半会儿不能把它拉满 得多刷几天材料 而且可想而知 后续出来的一些武器 应该也都会用到这个系列的材料 深渊清除计划启动 第三 岑岩巨渊是在版本更新结束以后就开放了 但是版本大型主题活动 仅停滑彩 要等到4月7号才会开放 并不是随着更新结束就一起开放的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白送的那个行秋也要等到4月13号才能获得 第四 陈歌湖爱好者的福音 岑岩巨渊里面的新生物 青雷柚和极光虫 可以通过四方八方之网进行捕捉 没做完这个成就的小伙伴 赶紧了啊 有原石呢 不要不要啊 第五 层岩巨渊的地下是非常非常黑的 各位小伙伴在体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的伤眼睛 眼睛会疲劳会酸痛 所以在2.6版本中新增了亮度调整功能 建议大家在游玩的时候都把亮度拉满 这样对眼睛的伤害会大大降低 好了 那么就先说这么多 最后求一个关注三连 我们2.6不见不散 Respect 猛男需要你的关注